作曲 吴靡 Kamu 作词 吴靡佇 作词 吴靡佇 嗯 哎呀 啊这个小不解决高的又好啊 怎么会来 哎呀 哎呦,那是不是撞車了 嗯,真的是 氣死人齁 這次年輕人都這樣 都沒收時間,真空 等也是在等 好啦,稍微沒摸牌,牌在等 嘩 嘩 哦 這椅子還不錯 有了又舒適,舒適 嗯 哎呦 哎呦 夭壽 哎呦 哎 哎 哎 這個套椅子是怎樣 嗯 哎 欸 檢查看看,看有派了嗎 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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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沒派了 唉 嗯 呼 哎呦 嗯 這樣沒土洞 啊 嘿嘿,有啦 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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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OK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咻 哎 哎 呼 嗯 嗯 哎呦 哦 噢,那一次 嗯 哎 哎 好啊,這椅子真的空了 這麼奇怪 老婆啊 吃看 老婆啊 氣死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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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啊,你怎麼會在這裡回一回頭啊 我問你啦 等你等我了 還我坐在那邊睡覺 咬一下 噢,我腳都不夠痛呢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啦 可是 我今天有準備好多好聽的故事 要說給你聽喔 不要 好好好 看你這麼有心意 這樣我玩弄你 嘿嘿,什麼故事 我今天要說的就是 你的故事啊 噢的故事 啊,什麼意思啊 你也是噢的一種啊 我要說的就是噢的故事 噢,噢的故事 那我當然要知道啦 走吧 走吧 嗯,走 走 走囉 你看 這個就是偶的老祖宗之一 嗯,這就咖喱啊 沒錯 它是由真能力 用提現抽動的技巧 讓木偶動作表演 所以稱為 懸絲傀儡喔 在各式的劇種裡 傀儡系的位階最高 是仇神時的最佳之禮 所以懸絲傀儡系又叫 噢,原來傀儡是這樣來喔 不怪 傀儡在台語裡面叫 是 是啊 所以一直到現在 在各種民俗宗教儀式中 還是會看到傀儡 像是我們偶戲館在天才樓的時候 就有傳統開台儀式 跳鐘葵來驅下齊安喔 那有的就對了 你看看 整個腳步手樓 實在是很威風的耶 跟你說喔 厲害的還不只有這一個耶 一張紙 一隻手電筒 就可以創造出千奇百怪 精彩的故事喔 帶到秋天就有精彩的故事給我聽 對,這到底是什麼鵝啊 就是它,皮影系 在動物的皮上 利用雕刻的方法 製作出一個個細藕 在藕的各個部位上 設計可以活動的關節 讓藕更生動喔 讚讚讚讚讚讚 實在有夠厲害的啦 這到底是什麼人生出來的 相傳中國的皇帝和武帝 因為思念他的妃子李夫人 所以江湖術士製造出李夫人的捷影 來安慰皇帝 因此啊 就慢慢演變成皮影系 好,你一秒鐘 真是有夠感動的啦 果然紅有很多款耶 對啊 那你想不想知道 跟你最有關係的布袋戲 是怎麼來的啊 當然喔 早期的布袋戲演出就像這個樣子 布袋戲的演詩會背著艱難戲台 到中國各地方去賣藝 只要自己一個人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演出過程 哇 修出這種辦法來表演的人 頭上實在有聰明喔 小布姐姐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有報到這種表演形式嗎 傳說大約在明末清初時 有威秀才一直無法考取公民 乾脆回家鄉說書了 為了讓說書更有趣 他以字雕的墨套於手掌上操演 受到了很多人的歡迎 也因為如此布袋戲又稱為長中戲 傳統布袋戲的題材 大多數與歷史故事還有小說有關 上次三國演藝和戲劉記 都是很常見的戲碼 不過日劇時代 布袋戲團被迫成為 日本政治宣傳的工具 服裝改採為中日合併 之後布袋戲轉入戲院演出 為新穎觀眾買票欣賞 布袋戲有了新的發展喔 嗯這我知道 這就是金光布袋戲嘛 它跟我們傳統的布袋戲不一樣喔 你把它看 噴噴 噴噴 噴噴iro 勾 它比我更大 渋暗 欸 咦呦 嘿嘿 我看到嗎 金光布袋戲 比我這個傳統布袋戲的 ape頭 這是最古早最好吃的土芭蕾 如果這粒不像媽媽菜漆買這個泰國芭蕾 哈囉 泰國芭蕾你好 為什麼會叫做金光戲 因為表演的舞台效果十足 看起來金光閃閃的 而且這類的戲碼 常常都是神仙和道士互相鬥法 怎麼打都打不死 就像有金剛不壞之聲 而且金剛的台語又叫做金光 所以這類的戲就稱為金光部隊戲 了解 阿布 你要去哪裡 我要回來開會 開什麼會啊 開我們部隊戲的家族會議 我要回來去集合我們所有的部隊戲家族的成員 來開會 來討論 看是要怎麼做 才能讓我們這個傳統部隊戲 越來越精彩 越來越好看 越來越受到大家的歡迎 部隊戲家族成員 有誰啊 蛤 你不知道喔 這樣好 這樣我給你介紹 簡單來分的可以分作六大鱗 聲 大 火 白 雜 加上我這個圖子 總共是六大鱗而已 這樣好 我先給你介紹 最大條的聲 你看到這個就是小聲 最大鱗頭 最大漂白喔 現在可以分作六大鱗 在這幾個圖子裡 一大流 實在有一個圖子裡 都可以分作六大鱗